郵局員工賣命工作 卻心寒基本的福利越砍越低 內部在發公告信 說員工儲金利息三種利率來算 以中長期資金運用最高 決一把優存從0.88% 調降成0.86% 看到優存調降已經不意外 畢竟攤開過去紀錄 從106年2月還在1%水準之上 存款金額100萬上限 卻年年都在降 跟銀行比更是天差地別 在員工的優惠存款利率的部分 郵局都是比不上銀行的 甚至可以最高的時候 可以差到十倍 十幾倍都有可能 別說八大公固銀行 被人羡慕的福利 限制員工存款金額48萬以內 就有13%優存利率 等於每個月至少5200元利息收入 台信則透露 自家才三年期定存 機動利率加4% 目前大約是4.81% 其他民營銀行 利率大多在5%到6%左右 有一些商業銀行 他們提供的額度 跟利率都蠻高的 比如說有的銀行 提出2.6%的高利活出 那上限是5萬塊 那如果民眾想要多一點的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1.1%的 那他有最高可以存到50萬 達人分析優存不到1% 確實太低 畢竟一般民眾搭配定存 或活儲都比郵局利率好 也難怪內部員工心寒 錢放哪都想跳槽 TVBS新聞 黃光瑋 黃靜瑩 特別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